如何才能做出肥而不腻,肉香与菜肝香味浓郁的梅干菜扣肉?增加一道过年的硬菜。 那么接下来就一起瞧瞧是咋做的吧。 准备新鲜五花肉一块。 先去掉较肥的上五花。 再去掉较瘦且容易分层的下五花。 就得到一块五花三线的金五花。 炙烧猪皮去除毛根。 同时能让新鲜尾极重的皮泥垢清洗得更加干净。 再用温水泡至发燃。 就能轻松刮洗干净。 凉水下锅,加入葱姜白酒去除异味。 大火煮沸过后,持续将肉煮至熟透。 这样蒸的时候才不会有血水血膜渗出。 煮透煲出,用竹签扎上小孔。 下一步炸皮的时候,热气才能排出。 不至于猪皮骨包或者脱皮这一问题。 刮掉渗出的肥油。 再来几滴酱油提色。 香气直接放入六层油温的油锅当中,可以溶。 不怕油温度毁容的,可以不用盖盖子。 等步噼里啪啦,炸锅的开盖。 直到猪皮金黄,且爆皮过后出锅。 再放到煮肉的汤锅当中,浸泡半小时,制回软。 那么好看的虎皮就会完美呈现。 再将五花肉改刀成半公分左右的小块。 然后是准备主要辅料梅干菜。 这是一款纯手工制作,菜干香味浓郁且无杀的浙江绍兴梅干菜。 现在只需要14块9一斤,28块9就能得到两斤满满一大桶。 真的能吃很久了,喜欢的赶紧去看看。 梅干菜直接用清水泡发40分钟几。 让菜干吸收水分,并且补出过重盐分。 记住不要用开水,否则就会降低菜干香味。 时间到了,挤干水分。 倒入锅中,先干煸出水分并且激发菜干的香味。 那么,这样才能吸收五花肉的肥油,形成相互互补。 接着来上少许菜籽油。 有助于提升菜干香味跟色调。 翻炒均匀,出锅装碗便是。 下一步来配一款调味料汁。 霍霍均匀便可。 倒入备好的五花肉当中。 抓拌均匀,自然腌制一个小时,入味入香。 接着准备一个无用面的涂碗,这样能吸收过多水分。 重点来了,撒上一层冰糖粉不仅能提味,而且还能让肉皮更加有光泽有酪性。 将腌好的五花肉整齐铺入碗中。 剩余料汁也不要浪费。 最后,填充炒好的梅干菜。 就用煮肉的汤蒸,这样会更香,也是充分利用。 扣肉不用干什么密封,因为我觉得蒸出来干瘪瘪的口感我不太喜欢。 先用大火蒸十分钟,让蒸汽充分穿透。 再用小火慢蒸一个半小时。 让肥油一点点渗出,肉质一点点软化。 方可达到肥而不腻,瘦而化渣的效果。 时间到了关火,如果你不是十二分想吃建议,放置隔夜。 当然你也可以继续蒸半小时,方可食用。 隔夜过后,再开火蒸半小时。 采用这种分次成熟的方法,能让肉质口感以及香味都能再上一个层次。 如果不信,你可以试一试。 时间到了过后取出。 逼出多余汤汁到锅中。 烧开过后,勾入薄切。 手指微微挂勺就行了。 取走扣碗。 淋上芡震。 小葱花点缀。 那么,一道肥而不腻,浓香四溢的梅菜扣肉就算做好了。 做梦。 像互相闻。 Fresh声,小葱花。 吃飽。 吃飽。 看见。 看见。 在这集合。 看见。